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講到香川縣 又怎少得去吃他們的特產讚奇烏冬呢 今集為食香川就帶大家去到一家人氣田園手打烏冬店 這裡的烏冬是師傅傳手打 即叫即做 很有風味又好吃 有很多日本人和遊客 都是為了他們的手打烏冬而遠道而來 這裡有很多季節限定和香川縣才吃到的限定菜單 湯汁看下去清澈 但味道夠濃 烏冬的質感比較軟 口感又夠大雅 簡單一碗已經可以好滿足 果然是名不虛傳 這裡最有特色就是可以一邊吃好吃的烏冬 一邊感受他們的田園風景 很舒服 想親手做最地道的烏冬 大家可以去香川非常出名的中野烏冬學校 每個步驟都有專業老師教你 還會加入音樂元素 由麵粉開始搓到切麵都可以自己一手一腳做 很好玩的 完成之後就可以將烏冬拿去煮 烏冬學校採用香川出產的麵粉 就算是第一次做 都可以做到彈牙的口感 非常有成功感 想體驗一下的朋友記得要去啦 有日常見 Light Japan